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来说去 他们认为乐高最大的成功原因是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 一门心思的生产塑料插槽积木 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 对吧 但是好景不长 网络游戏越来越普及 买积木玩具的用户越来越少了 那乐高的业绩也开始一路下滑 这个时候又有很多商业报道说 乐高业绩下滑的原因是因为太保守 没有尽早开发新产品 那如果你是乐高的CEO 你会怎么办呢 你大概率会组织研发新的产品 开拓新的业务 对吧 乐高当时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从1999年开始开发新业务 做过玩具公仔 光盘游戏什么的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业绩下滑 这个时候又有商业媒体说 乐高业绩下滑这么厉害 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核心业务 没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优势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困惑 要是按照商业报道的说法 专注核心业务既是乐高的优势 又成了乐高业绩下滑的原因 那到底该听谁的呢 实际上 这就是光环效应 在商业世界的体现 一个企业做得好 就会有很多人去分析它的成功原因 但是他们往往会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 分析得不全面 甚至还会误导我们 我们就应该学会破除光环效应 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才能更好地理解商业世界 这本书的作者叫罗森维 他在沃顿商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 目前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战略 及国际管理教授 他有着25年商业及学术的经验 这本书的特点是论据非常的扎实 作者条理清晰地列举了 经常蒙蔽我们的很多假象 还在最后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来说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为什么说我们的判断很容易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 第二部分 我们对商业的看法都受到了哪些假象的蒙蔽 第三部分 面对错综复杂的商业世界 我们要如何学习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呢 先看第一部分 为什么说我们的判断很容易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 刚才我们说过光环效应是我们的一种主观印象 就是一点概面或者一偏概全 这种效应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呢 咱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话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做了这么一个研究 让上级军官评价下属 这个研究呢 要求军官从智力体力领导力和性格 这多个方面给下属打分 结果呢 军官们一致认为 那些相貌堂堂身姿挺拔的士兵 肯定射击也是百发百中 个人品德更高尚 意志力也更强 简单来说就是 一个人一方面表现的优秀 在旁人看来 他就似乎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光环 在光环的影响下 这个人其他的方面也一起优秀了起来 那听到这你可能会说了 对一个人判断产生偏误 这个是偶然的事情吧 大多数时候我们应该还是很客观的 罗森维认为 这个现象一点都不偶然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 人们对外界事物的判断 总会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 我们前面说过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 其实就是光环效应的体现 再比如说 你如果喜欢你们家邻居 自然也会喜欢他们家的孩子 这种爱屋及乌的心理 也是光环效应的体现 咱们再来举一个书里面的例子 2001年911事件刚过去不久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这个国防政策 在当时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支持率 大幅度提升 不过有趣的是 在同一时期 人们对总统经济政策的支持率 也从原来的47% 上升到了60% 这就很奇怪了 我们知道 不管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都不太可能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起作用 那为什么人们支持总统国防政策的时候 也会支持他的经济政策呢 原因就是 人们受到了光环效应的影响 人们心里觉得 如果承认总统在国防上做得不错 但是在经济上表现的不好 那这个是很难接受的 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呢 是要么小布什是一个好总统 什么政策都是明智的 要么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总统 什么政策都有问题 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判断的一致性 从后面发生的事情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光环效应对大众判断的影响 在2005年 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 关于总统各项指标的支持率 都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 甚至连领导才能这种短期内 不可能发生变化的指标 也在两个月以内 从原来的54%降到了45% 这足以表明 各项指标其实都是互相依存的 人们普遍认为 一方面表现好 那么整体都好 一方面表现差 那么整体都差 这其实呢 就是受到了光环效应的影响 那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了 光环效应和商业理论 有什么关系呢 罗森维认为 很多商业著作 都是利用企业业绩优秀 这个光环 来对读者施加影响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啊 怎么判断一家公司 是不是优秀呢 其实只有一个指标 就是公司的财务数据 像公司到底有没有盈利 销售额有没有增长 股价有没有上升 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 直观地判断 这家公司到底经营的怎么样 公司盈利了 那就可以下结论说 公司的管理水平先进 团队凝聚力强 企业战略目标清晰 我们就会认为 这些公司的方法是对的 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相反 如果亏损了 那一定是管理者缺乏战略眼光 公司的管理跟不上时代等等 前台词就是 这些公司是失败的 我们要以他们为鉴 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罗森维认为 这其中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只不过是人们受到了光环效应的影响 强行给财务数据好的公司找出的原因罢了 商业作家把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原因 总结成一条条商业准则 这个在逻辑上好像没法反驳 毕竟人家就是成功了呀 就是很优秀啊 但是举个例子 就可以看出来 这其中的滑稽之处 你比如说斯科 是著名的上市公司 2000年的时候 他的市值达到了5500亿美元 成为当时市值最高的公司 斯科的CEO约翰钱伯斯 在当时可以说是 所有商业人士的榜样 于是呢 各大商业媒体 商业作家 开始分析 斯科成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总结下来有这么几点 斯科的成功取决于 CEO钱伯斯的管理 滴水不漏的销售技巧 还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战略收购 我们应该学习斯科的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战略眼光 比如以用户为中心 勇敢地进入新领域提前布局等等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顺理成章 毕竟斯科是市值最高的公司 那你能说他们的方法不值得学习吗 可是呢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有意思了 到2001年 斯科的股价大规模滑坡 从80美元降到了不到14美元 一年的时间 4000多亿美元的市值就蒸发了 这个现象又怎么解释呢 原来的商业评论家和商业作者 立马换了一种论调 又总结了一套斯科失败的原因 比如说 斯科不注重用户体验 盲目收购和扩张 钱伯斯缺乏战略眼光 甚至连斯科引以为傲的销售技巧 也开始变得令人讨厌 你看 短短一年的时间 所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突然就变成了应该引以为戒的地方 所有成功的原因 也突然变成了导致失败的原因 那你说这个该怎么解释呢 这就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好公司真正成功的原因 也许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我们呢 只是习惯性的找一些简单的规律 来解释发生的一切罢了 媒体和专家研究大量的数据资料 结果无非就是把各种光环叠加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分析研究一家公司 首先要认识到光环效应的影响 总结一下 这部分我们讲了光环效应的含义 简单说呢 就是一个事物的一部分表现优秀 人们就偏向于认为 这个事物其他方面也同样优秀 不管是对人还是对公司 我们的判断都经常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 从各方面来看 光环效应堪称各种假象的源头 作者把他排在了第一位 可见作者对他的重视程度 那么除了光环效应 还有哪些假象会蒙蔽我们的双眼 降低我们的思考能力呢 下面我们来进入第二部分 我们对商业的看法 还受到哪些假象的蒙蔽 在这本书里作者给我们列出了九种假象 除了光环效应之外 我给你挑了其中三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详细解释 它们分别是因果关系的假象 长盛不衰的假象 以及组织物理学的假象 和光环效应一样 这些假象也会干扰我们的判断力 我来跟你详细解释一下 首先要说到的一个假象呢 是因果关系 在商业问题当中啊 我们经常想要弄清楚 一家公司业绩优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前面我们介绍了光环效应 你看我们普遍倾向于认为 一家公司只要业绩优秀 其他的能力也都好 很多商业作者呢 就会把这家企业的其他能力 当作成功的原因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细想一下 就会发现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 就是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 我们经常受到因果关系的迷惑 那什么是因果关系的迷惑呢 就是分不清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这里面分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看起来一件事情 是促成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 实际上很有可能它只是结果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 这两件事看上去是原因和结果 但实际上只有关联性 并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 举个例子 我们经常说 一个公司的员工满意度越高 越有可能创造出优秀的业绩 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合逻辑 对吧 毕竟呢 对公司满意的员工 更有责任心 更愿意付出 但是这个真的是公司创造出 优秀业绩的原因吗 也许是 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 公司的业绩好了 福利待遇 升迁的空间 工作环境都会得到优化 那员工的满意度自然就高了 你看 谁是因 谁是果 真不好说 咱们再举个例子 2006年 著名咨询公司贝恩宣布 在1980年到2004年 标准普尔500指数增长了15倍 而贝恩的客户业绩增长了60倍 这个言外之意呢 就是只要听从了贝恩的建议 公司业绩就能够比市场平均值高出好多 但是你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 数据显示的是25年内的增长值 而大多数咨询合约不过几年 它不可能达到25年这么久 也就是说 时间长度不一样 不具有可比性 或者说 也许贝恩公司确实让很多客户的业绩 高于了市场平均值 但是其中的原因呢 也有可能是 只有那些业绩好的大公司 才请得起贝恩 而一般的公司呢 根本请不起他们 所以你看 贝恩的咨询服务和公司业绩之间 也许只有简单的相关性 根本就不构成任何的因果关系 而相关性能说明的问题 那就极其有限了 所以我们在平时看到 任何商业理论的时候 那么可以想一想 作者提出的观点和案例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有 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如果没有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联性 又是如何搭建起来的 养成这种批判性的思维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 破除因果关系的假象 你看 由于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 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入 因果关系的陷阱 实际上光环效应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在光环效应的影响下 我们还会产生很多错觉 最典型的就是 基业长青的错觉 什么意思呢 让自己的公司永久地存续下去 也许是每个经营者的愿望 你比如说商业畅销书 基业长青 就总结了一系列 让公司永保活力的方法 不过本书的作者罗森维认为 所谓的基业长青 也许是人们美好的想象 不管那本书里的论据有多充分 看起来研究多缜密 他们的数据来源 其实已经被光环效应污染了 因为他们只列出了 最好的公司的数据 而无视那些已经不存在的公司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 麦肯锡做过这么一个研究 他们统计了从1957年 到1997年这40年之间的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都是标准普尔500指数 榜上有名的公司 你可以猜一下 40年以后 还有多少家公司在这个榜单上 答案是只有74家 也就是说 另外的426家都随风而逝了 他们要么被市场淘汰 要么被收购 而这剩下的74家里面 又有几家业绩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水平呢 答案就只有12家 其他的公司虽然还活着 但是日子并不好过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 能够保持基业长青的公司 简直是个神话 那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市场规律 企业就和人一样 是有生命周期的 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创新 而新企业创新的结果 就是不断淘汰旧的企业 奥地利经济学家 熊比特就说过 资本世界最基础的竞争力 就是创新 不管是产品 服务 还是经营方式 创新的本质 就是降低同类产品 或者服务的价格 但是这种能够颠覆自己 以往商业模式 不断创新的公司 实在是少之又少 如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 那些失败的公司 也在市场中 贡献了他们的价值 某个公司辉煌之后 走向平庸 也是符合了市场规律的 那所有的规律都在表明 一个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是很难持久的 也就是说 那些能让公司 基业长青的经验 看起来都很诱人 但是目前从结果来看 别的公司很难复制 当然了 也有极少数的企业 能够做到一直的持续发展 不过呢 这样的企业太少了 所以说公司和人一样 有生有死 这个才正常 如果想通过 学习几个简单的理论 就相信自己的企业 可以长胜不衰 这个就是不切实际的 你看 光环效应 经常会蒙蔽我们的双眼 如果我们在更进一步的分析 那就会发现 光环效应背后 其实都有一个 不切实际的假设的支持 作者把这个假设 叫做组织物理学假象 下面呢 我们来仔细说说 什么是组织物理学假象 我们知道 物理学是一门追求 确定性的学科 它总是可以用 最简单而精确的数学公式 表达宇宙的基本规律 基于这个特点 很多商业学者 把物理学的理论 搬到了商业世界里面 号称呢 只要掌握了什么样的规律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公司就能够获得成功 这个就是商业世界里面的 组织物理学假设 这个假设认为 所有的成功 都是有规律的 只要遵循一定的步骤和方法 就一定可以获得 某个确定的结果 但是实际上呢 物理世界和商业世界 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举个例子 比如说经典的商业书 从优秀到卓越 一直非常受欢迎 书里总结了很多商业理论 你比如说 第五期领导 斯托克戴尔贝论 还有各种漂亮的比喻 像刺猬和狐狸 飞轮与厄运之轮等等 现在都成了经典理论 这本书畅销以后 市面上出现了 大量同类型的书籍 也同样受到追捧 那为什么人们喜欢 这种畅销书里面的理论呢 其实啊 这都是迎合了 人们追求确定性的心理 人们渴望这些商业作家 发现成功的规律 只要照着做 就能够获得一样的成功 这就好像是给商业世界 列出了一个物理公式一样 等式的一头写着成功 另一头的变量呢 则是各种畅销书里面 提到的关键词 但是呢 商业世界真的能像物理世界那样 被准确的预测出来吗 作者认为 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组织物理学的假设 没有正视商业世界的复杂性 在市场上 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公司的业绩 你比如说 竞争强度 对手的规模 市场集中度 全球活动分布等等 畅销书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些成功经验 也都没有办法得到验证 咱们就拿专注来说 有一些公司 一直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确实取得了成功 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是因为 一直固定在一个领域 跟不上市场变化 最后被淘汰 另一方面 跨界的公司 虽然看起来把握更多的市场机会 但是也有可能 因为在陌生领域缺乏核心竞争力 最后被淘汰 就换句话说 没有哪种模式一定保证成功 如果我们总是在追求商业的确定性 很有可能就会被各种理论迷惑 而失去随机应变的能力 商业世界的特点就是瞬息万变 接受了这个前提 才能更好地理解商业世界 总结一下 那这一部分我们说了 书里面提到的三个假象 第一个是因果关系 我们经常把原因和结果弄颠倒 或者说 在两个本来不存在联系的事物之间 强行构建因果关系 第二个呢 是长盛不衰的假象 很多书里给了长盛不衰的方法论 但是实际上 这些都是神话 相信长盛不衰 轻易就能做到 这种想法就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是组织物理学假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商业世界是瞬息万变的 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 有确定的答案或者公式指向成功 你看 商业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那是不是说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学习 其他公司的做法了 当然 作者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认为 我们还是要多学习 其他公司的成功做法 但是呢 要注意自己的学习方式 那么什么是 作者提倡的学习方式呢 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面对错综复杂的商业世界 我们要如何学习 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呢 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给出了两方面的建议 一方面 我们应该带着批判性的眼光 去看待市面上流行的商业理论 每年市场上都会涌现出 大量的商业书籍 其中有教怎么创新的 有介绍怎么跨界发展的 还有教怎么打造企业文化的 那按理说 既然成功的企业好像不多件 为什么这些书还卖得这么火呢 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 商业书籍的市场需求非常大 仔细想想呢 也不难理解 公司的管理者嘛 都是大忙人 他们一边要为企业创收 一边呢 又要想着给股东们 带来更大的收益 那他们自然而然的 就会去寻求那些 容易学的经验 有这样的需求 自然就会涌现出一批作者 提供现成的答案 当然了 这些答案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企业家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当我们理解了这种供求关系 就会知道 其中自然有很多 烂于充数的理论 所以 面对各种各样的商业理论 带着批判性的思维去看 那就会变得尤为重要 怎么去训练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呢 书里面介绍了一个方法 就是多向自己提问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观点的时候 不要急着去否定它 也不要急着全盘接受 而是先问问自己 这个观点的来源是哪里 作者的意图是什么 论据是不是充足 论证是不是合理 有没有受到前面所说的光环效应的影响等等 如果我们经常像这样对自己提问 那慢慢的就会养成批判性的思考习惯 这种思考习惯才能够帮助我们接收到 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另外一方面 要拥抱商业世界的不确定性 商业世界 天然带有不确定性 这个和科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学习其他公司的成功经验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忽略他们成功的偶然性 作者认为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奇的公式 或者确定的方法 能够解释一个公司 它为什么成功 商业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好的决策 不一定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 也不一定就是错误决策的产物 所以说呢 我们要接受这种不确定性 抵制仅仅根据结果 划分功过的倾向 我们要知道 任何出色的战略 它都有风险 也许在这家公司 行之有效的方法 放到另外一家公司 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在商业世界里面 机遇 运气 和好的战略和执行 同样重要 优秀的管理者会把自己的成功 大部分归功于外部的形式 而很少归功于自己的能力 那么怎么去拥抱不确定性呢 作者介绍了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用概率思维去思考问题 什么是概率思维呢 就是尊重事情的复杂性和模糊性 在决策的时候 充分考虑收益和风险 尽可能的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来 再计算每个决策成功的概率 用这种思考方式做判断 不能够保证你的每个决策 都是一定正确的 但是呢 能够大大提高你做出好决策的成功率 每天听本书 解读过一本书 叫崩溃 那里面也详细介绍了概率思维 推荐你也去听一听 好 总结一下 这一部分我们说了作者给出的两条建议 首先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 去看待流行的商业理论 带着独立的思考习惯 去判断其中的真伪 才能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其次是要拥抱商业世界的不确定性 商业世界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不应该忽略其中的机遇和运气的作用 而过分地夸大个人能力 好 那这本书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整体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我们讲了光环效应会经常影响我们 光环效应呢 指的是我们的一种主观认知 如果一个事物的一部分表现优秀 我们就偏向于认为 这个事物的其他方面也同样优秀 这种效应呢会经常影响我们 让我们对人对公司做出误判 第二部分我们介绍了本书提到的三个假象 首先是因果关系的假象 我们经常把原因和结果弄颠倒 或者说在两个本来不存在联系的事物之间强行构建因果关系 其次是长盛不衰的假象 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公司长远来看 少之又少 没有办法通过学习简单的理论 就能够保证公司基业长青 第三个是组织物理学假象 商业世界顺其万变 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 有确定的答案或者公式指向成功 我们要直面商业世界的复杂性 第三部分我们介绍了作者给出的两条建议 首先呢 我们应该带着批判性的眼光 去看待市面上流行的商业理论 多问自己问题 学会独立思考 了解其中的假象 在避开了这些陷阱之后 学习对自己真正有用的东西 其次呢 要拥抱商业世界的不确定性 不盲目夸大个人能力 用概率思维去做决策 了解机遇和运气的作用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提完了一本书